从空中俯瞰 古铜色的楼体 就像一只腾空飞翔的钢铁凤凰 科技与艺术完美融合 这是中外设计师通力合作的杰作 超过70万平方米的航站楼内 依托石根功能与造型完美结合的C型柱 塑造了流动感十足的梦幻空间 设计灵感来自一次水泡实验 模材料在拉伸过程中 所有方向都均等受力的特性 使德国建筑师弗雷奥托 得到了自然延展的最小曲面 上方的开口被巧妙转换成气泡天窗 为航站楼内部提供了充足的光源 但这种绿色环保的独特造型 在节省空间的同时 却对新机场的运营与管理 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大空间 连续的大空间 大面积的玻璃木墙 像这个采光天窗 也为了这个视觉通透性的要求 人员分布很不均匀 宁愿有到岗的流程 出岗的流程 这些对空调来说 都是设计的一个难点 7月的北京 最高气温接近40度 18天后 就是大兴机场的第一次综合演练 这座凝结中国智慧 彰显中国创造的现代化超级机场 将接受一千多名模拟旅客的真实考评 而此刻 航站楼内的温度还高达35度 降温迫在眉睫 7月3日 航站楼空调的第一批666台机组 第一次全面开启 静电正常 表冷气正常 凝水没有溢出 送风机运行正常 排风机未开 冷水滑开度100 风机声音正常 屏幕显示正常 控制柜的电梯圆件 虽然距离第一次综合演练 还有16天的时间 但对于体量庞大的航站楼而言 16天降温 时间并不宽裕 说实在的 这种综合体 然后这种大条高的 在国内来控制这个温度梯度 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这个需要我们在调节过程中 不断地摸索 最多的热量 来自这个全球最大的梦幻穹顶 屋顶采光系统 骨架由钢铁编制而成 以8000多块形状各异的定制玻璃覆盖 包括一个中央天窗 6个条形天窗 8个气泡窗 这样的设计 可更多地利用自然光 航站楼能耗 比国际同等规模机场 降低20% 然而 金属的导热性 与大面积的采光天窗 也成为降温的天敌 感谢观看